赶快拿好笔和纸记录吧 答对题 得奖品 赢荣誉 还等什么呢 赶快叫上身边的朋友开始答题 让我们来看看为友们都提出了哪些问题 行 我这有位为友名叫伟岸 他说今年是69岁了 男性 说今年开始记忆力就开始变得特别不好了 而且早上起床的时候经常头晕 想问问这情况吃点什么 其实这个早上起来偷晕这事我也经常犯 但是后来我也不怎么做 我自己给自己治好了 这您挺厉害 这怎么治好了 有这手艺 注意听我这个 绝招 我把酒记了 喝多了那是 但我们这个朋友都不是人 是不是 他这我跟你说 他这叫气血不足 再给他60几了 69 69 颜丑奔70了 过去讲人到70古来西 对不对 人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肾气 肾经一定是虚归的 对吧 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晕 是因为什么 气血上过去没有劲 所以他就晕 而且这样人记忆力不好 这个中医里有个理论 认为什么呢 认为肾主骨生随 而脑为随之海 这就是肾虚的表现 所以说我给这位朋友69岁 两个建议 第一 早上起床之前 摇紧牙关 摇紧牙关 扣机百慧穴 百慧穴头顶心 为什么 猪阳之慧 早晨起来是清阳上升的时候 阳气到哪儿 逗到百慧穴 直冲天机 要扣15下 当当当当当 不是使劲砸 砸晕过去 砸完了再起床 然后 这个大家记住 敲击这个百慧穴 才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血液循环好了 阳气升腾的就足 来的就快 相当于急加油 同时呢 早餐的时候 给自己熬一碗 板栗 红枣 黄芪粥 板栗 早晨这个时候 可以多放点 一个人 五颗 多吃点 红枣 五枚 黄芪 十片左右 这就够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大米可以比平时 做粥的时候 稍微减点 因为板栗 它可以代替一部分能量 减一点之后 把它跟大米一起煮这粥 这个粥 补气血 强肾气 对这位老先生啊 是非常有好处的 隔一天吃一次 就想 不用天天吃 还有其他